大家好,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那今天我們要拍的是 露營沖咖啡的第二集 那上一次呢 我們是模擬一個比較豐益的狀態 就是你設備 無所謂,空間很大 你可以帶手沖庫,可以帶濾杯 什麼都可以帶 那我們今天要模擬的狀況呢,是第二種狀況 你是一個客難狀態 你可能是背著小背包 或是說你不方便帶那麼多器材 我們還是要沖出一杯好咖啡 要怎麼做呢 那我們今天模擬的器材 都是比較基礎 比如說,一個小的 無論是酒精燈 或者是你的 登山爐,或者是一般的 氣化爐都可以,然後配一個鋼杯 然後呢,水壺的部分 你任何水壺都可以 只要是能夠加熱功能,有熱水的東西都可以 然後呢,如果你有空間帶磨豆機 就帶磨豆機 沒有的話呢,你就是先磨好 也無所謂齁 就是有咖啡粉也可以 但是今天有一個器材是比較特殊的齁 也是因為這個器材 你才可以讓你的品質呢,拉到比較好的部分呢 就是這種 掛耳包的外帶 一般來說呢,大家都覺得說掛耳包好像只能買 裡面有放咖啡粉的 但事實上呢,你可以買這種 網路上都有賣一包大概 十片二十片,很便宜齁 這一包大概三四塊而已 而且他很不佔空間,你可以放在口袋裡面 一疊,可能你三四片需要的 一疊齁,可能才這麼厚的 空間,非常非常省空間 但是有他的情況之下呢,你用比較簡單的器材 就可以做出 口感乾淨,而且好喝的咖啡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非常非常重點的一個東西 OK,好,那我們今天有這些器材以後呢 同時間我們要做兩杯 就是你跟你的愛人齁,可以一次煮兩杯 OK,好,那我們就準備開始了齁 那我們先從磨豆子開始 當然,如果你是沒有帶磨豆機的 就是先在家裡磨好也沒關係齁 但是如果有可以願意帶磨豆機的話 這品質會更好 我們待會呢,煮的這個鋼杯呢 是最多可以煮到200cc 所以我們目標是180到200之間齁 上面有刻度,你就不用帶其他的設備了齁 好,我們就先來磨豆子 然後我的豆池呢,是12克 所以一瓶池呢,剛好給一杯的量 然後研磨呢也稍微細一點點沒關係 OK,好,12克 我們就直接倒到鋼杯裡面齁 好,然後呢,另外一杯我們也一起磨 OK,好,12克完成 好,一樣,直接倒到鋼杯裡面 好,其實這個完成以後呢,我們就直接給水齁 用滾水就可以了齁 用滾水,比較熱度高一點點齁 要不然你煮很久 好,我們就直接給到我們的那個 鋼杯的200cc的部分 好 大概是180到200左右 好,水龜外以後就開始點火 好,可以看到齁 我們現在的溫度呢,就會升到將近沸騰了的溫度齁 然後攪拌棒可以帶著 用湯匙也可以 反正你有任何的器材 便利就可以齁 稍微讓你的粉呢,把油脂看到嗎 我攪拌的情況之下呢,就會有一層金黃色油脂被攪出來 好,稍微攪個 攪開,好,這邊也是 把金黃色油脂攪開 好,然後讓它處在一個90度到100度之間的溫度沒關係 攪開以後呢,待會大約等40秒左右 我們要進行二攪 好,這段時間呢,讓它煮沒關係 可以先把我的掛耳包呢,先掛在你的杯子上齁 好,先掛在你的杯子上 待會我們要利用這個東西來過濾 好 然後大概40秒之後呢,我們進行二攪 二攪呢 好,把伏起來的咖啡渣呢,讓它再往下沉 好,一樣大概攪個10下左右 好,攪10下 好,其實你在山上呢,不太會有狂沸騰的狀態啦 如果你發覺你的咖啡粉已經沸騰了 你就把火關掉齁 但是如果還沒沸騰的話就不用太緊張 讓它大約前前後一分半左右 煮一分半的時間齁 然後中間呢,你可以剛開始的時候攪 一定要剛開始攪的時候要把金黃色油脂攪出來 然後第二攪就簡單攪一攪就好了齁 讓我浮在表面上的咖啡粉下去就可以 可以看到齁,現在快要沸騰了 OK,我們時間差不多齁,一分半了 第三攪呢,我們再拌一下 好 大概一分半左右 好,然後快沸騰的時候呢,我們就可以把它拿起來了齁 不要讓它狂沸齁 如果狂沸就可以關火了 好,然後呢 就可以倒到我的掛耳包裡面進行過濾的動作 好,可以看到 好,基本上呢 我的所有的粉呢,都可以進到掛耳包裡面 可以 好,就這樣子 好,這一個呢,時間也差不多了齁 我們一樣用過濾的工作 好,三角完以後呢,我們過濾 好,等到掛耳包全部過濾完的時候呢,我們就可以 完成我們的咖啡沖煮工作齁 那這個做法本身呢,其實 它可以確保你的咖啡的乾淨度是最高的 因為有過濾的工作呢,就會讓你的口感差很多 但是呢,因為我們同時又有一個悶煮的動作齁 所以你不用太緊張說你的風味啊,會不足的問題 很多器材都可以符合這樣的要件 就是無論你是用什麼鋼杯 無論你是用什麼火源齁 你只要多帶一個掛耳包的外帶 你可以讓你的整個充足起來的條件上面呢,變得更為好喝 那又不會太過於複雜 OK,好,這樣就完成了 好,這樣兩杯 我們用掛耳包做出來的咖啡呢 它的風味呢,會比一般的掛耳包好上非常多 因為一,你有經過熱源,足夠的熱源 所以它整個萃取狀況會比較好 二,如果你有用現磨的手搖磨豆漆的話呢 它的風味上市也會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這樣的狀況呢,就可以讓你咖啡的 最精華的風味都可以煮得出來 好,我們來喝一下吧 嗯,濃度是非常非常的OK的齁 你手沖還要再濃郁一點點 因為它有經過熱源的加熱 然後二方面呢,乾淨度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OK齁,所以如果呢 你沒有手沖器材 那但是還是想要做出好咖啡的話呢 其實 投資一個便宜的掛耳包呢 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囉 OK,好,那我們今天的露營沖咖啡的第二集 就到這邊為止了齁 那接下來我們第三集要加大家 如何在營區裡面做出好喝的拿鐵 OK,那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